滴不滴Buffstar 大家好 我是莫妮卡 我们将在7月21号到7月28号 台湾第四届长笛嘉年华剑 当中我会带大家上一些蝉柔的课程 什么是蝉柔 蝉柔是一个脊柱的螺旋运动 帮助我们的身体的空间能够打开 让每一位长笛家以及音乐家 都能够在唱歌或演奏上面 如虎添翼 蝉柔是有脊柱的不同面向 然后帮助我们的身体打开更多的空间 它从坐着甚至到地上的这个动作 都能够让我们的脊柱更柔软 让我们的肌肉也都能够更伸展 然后并且能带到我们的呼吸 让我们的能量都是能够满满的 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一起来体验 到底什么是蝉柔 到手腕转开吸气吸口气 找跟推帮我说 推吸气 arch and 吐气的时候 来往你的右边 curl 中间吸气 带上来 beautiful 胸后脚 天花板 很好 good 左脚 到左脚的时候 左脚往下踩 看你的右脚能不能够抬起来 老师是第一次体验蝉柔吗 对 很期待 等很久了 等很久了 老师这个蝉柔跟瑜伽 有什么不一样 你觉得 我觉得它有一些瑜伽的概念 然后也有一些太极的概念 因为我有学一点点太极 有点太极的概念 很综合 看起来很温柔 但是其实内在的启动是有的 我现在全身都是热的 都是热的 太好了 那老师请问一下 这个对长笛的呼吸 或者是管乐人 在学习呼吸这件事情 是有帮助的吗 我觉得一定是有帮助 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做的呼吸 就是老师教的 或是可能有一些大师班 或YouTube上面的呼吸 就只有讲呼吸 可是我们没有去想到 如果我身体是在活动的时候 要怎么呼吸 我们都是在想深层呼吸 那我们刚刚做的有一个 Spiral嘛 旋转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演奏的时候 或练习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是要去保持柔软 然后重心是要移转的时候 如何如何在这样动态的时候 要呼吸 因为我们手指还是动的 就是动态的时候 做到很舒畅的呼吸 我觉得这个对管乐人会很有帮助 因为平常练习的时候 我们的电玩 第一次结束就是结束了 可是这个可以帮助身体 是真正的放松 找到原本身体应该 就是休息的那个位置 我觉得我们因为长期操练 因为长笛本身 就是就不是很人性化 就是有偏一边 那你长期操练一下 其实我就是有一边会比较卡 我们除了练长笛之外 借由一些这种旋转的方式 或者是伸展的方式 可以让卡住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再恢复到中心 能够平衡一点 真的是挺好的一个 一个自算运动 自算运动 7月21号到7月28号 Keep boarding and Lie on 我们第四届台湾长笛嘉年华键